好 下面我们来看26科的第三段 在前段段作者说了 这个陆地动物保存下来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即便在水中的动物保存下来的几率也不大 但第三段中作者举了几个比较罕见的陆地动物被保存下来的情况 它是分了两种 一种是掉到冰窟窿里边去了 另外是陷入了沥青坑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情况 咱们看第三段的第一句话 这又是一个长句子 它说 It is almost always due to some very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at traces of land animals survive as by falling into inaccessible caves or into an ice crevice like the saverian mammoths when the whole animal is sometimes preserved as in a refrigerator 这个白颜色的可以看的句子的主干结构 前面里面还是It is 跟 that 搭配 又是一个强的句型 它说几乎总是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 陆地动的痕迹才幸存下来 这个被强的沉默还是个原因壮语了 因为特殊的特别特殊情况 说过了due to 还有这个special 一般都是跟circumdance来搭配的公共搭配 它会被正如s到巨末引导的这个长长的一个方式壮语从具 正如掉到了一个无法企及的一个山洞里边 或者掉到了一个大冰裂缝里边 去这个之中的时候 陆地动的痕迹保存下来那样 我们知道这个s呢 引导的是个方式壮语从具 这个方式壮语从具里面是没有主位结构呢 这个在18个海豚中我们讲过 方式壮语从具中省略的成分 往往是主具中出现的成分 在这省略的是 as traces of land animals survive by falling into inaccessible caves or into ice cubes 正如掉到了一个难以企及山洞 或进入冰窟里边 这个陆地动物痕迹被保存下来那样 陆地动物痕迹能够被幸存下来 就是这么一个的含义 后面又出现了 lag到巨末是嵌入到了方式壮语从具内部的 一个戒子短域做壮语 长长的壮语 比如说像西伯利亚蒙马像就是这样 这个情况下怎么样了呢 后面又说了这个 wain从具可以看到嵌入在这个 这个戒子短域内部的一个时间状约从具 那蒙马像怎么样呢 这时候整个这个动物啊 就有的时候被保存下来了 as in a refrigerator 就像在冰箱里面 整个动物被保存下来那样 就会冻起来了吗 跟一个大动物鱼一样 这个口号里的成分 是牵套在时间状约从具内部的 一个方式状约从具 正如像被冻在冰箱里面 在冰箱里面整个动物被冻起来一样 这时候呢 就整个动物被保存下来了 你看这as后面省略的是什么呢 咱们自个儿能够判断 省略的是as the whole animal is preserved in the refrigerator 这是省略的这个成分 因为as省略的成分 在它的主人 就是它外层的wain从具都出现过了 所以后面就被省略了 这种方式状约从具省略18个就讲过 咱们的补充权呢 是这么一个情况 咱们再看看 it is almost always due to there is some special circumstances 注意 that traces of land animals survive as traces of land animals survive by falling into an excess of caves or into an ice crevice 整个这一大堆被化掉的成分 在前面都出现过了 后面被省略了 前面是它的主具吗 是主观结构吗 再看后面 like the Siberian mammoths when the whole animal is sometimes preserved as the whole animal is preserved in the refrigerator 看到了吧 这s后面被化掉的这个成分也是 它外层的wain从具里面 就是出现过的成分 出现过以后就不用再写了 这是被省略了 复习一下咱们18课中的省略 跟它一模一样 如出一辙 咱们看104页第四行到第五行 104页第四到第五行 18课海豚这个数 on the occasions when they have pushed to shore an unconscious human being they have much more likely done it out of curiosity of a sport as in riding about waves of a ship as也是正如 后面也是只跟了这个白衣丝的成分 被化掉的成分被省略了 那么被省的是什么呢 跟前面完全一样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就他们把一个失去之人推到了岸上 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更有可能是出于好奇心 或为了好玩 才这么做的一样 正如他们在追逐船头里的浪花的时候 是出于好奇心 或为了好玩 才这么做的一样 他们人推到岸上 也是出于好奇心 或为了好玩 后面as我们省得的是 as they have done it out of curiosity of a sport in riding about waves of a ship 因为方式壮业从具里面的主位结构 往往在前面的主干结构里面 都多出现过 所以往往被省略 直接剩下一个戒此端语了 本文中as后面也是传略过戒此端语 因为它的主句 它的这个句子主干主语位语 都被省略了 因为前面都出现过 这是这个省略 咱们讲过 这是当常识 来复习就好了 正如跌掉到了无法到达的山洞 或进入一个大的冰裂缝 这个crevice 所谓术语咱们了解的情维 就是大冰川的裂缝 the deep open crack in the ice of a glacier glacier就是冰川的意思 就在冰川的冰上的一个深深的 一个大裂口子 一个裂缝 叫crevice 掉到冰窟里边去了 就是这么一个 正如西伯利亚蒙马像 蒙马像也叫长毛像 古代的一种大长牙 配着长毛一种像 大家可能在动画片中见过 就叫memeth 蒙马像 蒙马是音译过来的 an animal similar to an elephant with long hair that lived a very long time ago 就是跟现在大象呢 比较类似的一种像 但是象牙呢 弯弯去就更长 身披长毛 就是长毛像 而且生活在很久远以前 现在已经灭绝了 咱们在博物馆里能看到这种蒙马像的巨大的象牙 比当代的象 个儿头应该更大一些 好 那么有的时候呢 这个整个动物被冻起来了 掉到冰窟里边 跟冰箱一样 被保存起来了 其他动物没法吃它了 它被冻起来之后 也没有腐烂 这是第一个情况 这个蒙马像被保存下来了 下面他举了个例子 比如说 看第二句话 他举这个例子 你看这个蒙马像就是这样 This is what happened to the famous Berasovka mammoth which was found preserved and in good condition This is 是主句结构 这就是what开始到巨末 这明显是个表语从句来 这就是呢 这个著名的Berasovka 这个蒙马像 它身上发生的情况那样 这个Berasovka 蒙马像怎么样呢 which开始到巨末的协体字 是牵套在表语从句内部的 一个定义从句 修饰这个蒙马像 这蒙马像被发现怎么样 被保存下来 并且处于良好的状态 which was preserved found preserved 是做前面那个 which主语的补足语 in good condition 依然是做这个主语 就定义从句主语 关系代词 which的主语补足语 被发现 保存下来 并且处于良好的状态 他后面进一步了 他还说 这个连他吃的 这个最后一顿饭 都没有烂掉 都保存了 咱们看一下一句话 他说 in his mouth were the remains of fir trees the last meal that he had before he fell into the crevice and broke his back 在他的嘴里面还有呢 这个什么山树的这种 遗骸 这残留物 这个fir就是真叶树 山树了 它的这个残留物 就是还没吃完的这顿饭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the remains of fir trees 破绽号后面 是这一大堆划横线的部分 从the last开始到剧末 都是做the remains of fir trees的同位语 那是什么呢 就是他吃的最后一顿饭 the last meal是最后一顿饭 从the last开始到剧末 是定义丛绩修饰这个最后一顿饭 that he had in had a meal吗 吃一顿饭吗 他吃的最后一顿饭 然后呢 before开始 就嵌入到了定义丛绩内部的时间状 在他掉到了这个冰窟 并且摔断了他的背之前 他所吃的最后一顿饭 就是那些山树有点残骸 还留在他的嘴里边 注意这里面用了一个道桩 in his mouth wore the remains of fir trees 应该整个是wore in his mouth 从the remain开照剧末 这个长长的主语 这个东西怎么样 在他的嘴里边 但这么写的话呢 就头脑脚清了 咱们看看正常语续是这样的吧 the remains of fir trees the last meal that he had before he fell into the crevasse broke his back wore in his mouth 这个就太长了 头脑脚清了 所以大家记住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就倒过来写了 in his mouth wore 放到后面去就好了 这个语法知识是什么呢 顺便可以记住 这在三册里面 咱们就说过一次 就是如果在主语特别长的时候 在主系表结构里面 主语特别长 一般我们把表语放在句首 后面跟系动词 后面再放主语 把主语放在句末 这是为了避免头脑脚清 本文中 in his mouth 是主系表结构 对吧 表语放在句 放去首来 我们看下例子 on the floor were piles of books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这个谐题字是句的主语 一堆一堆的书 杂志和报纸 在地板上 如果正常语续就 pies of books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were on the floor 这么写头脑脚清了 所以用这个改变语续 是为了避免头脑脚清的情况 再比如说 happy is he who has a sound mind and a sound body 那么一个精神和身体健康的人 他一定是开心的这么一个人 本来正常语就是 he who has a sound mind and a sound body is happy 这样同种脚清了 所以先说表现happy 再加系动词 再跟主语 主语后面加定语统计太长了 sound表示完好的 完好的 这个没损坏掉的 是什么 再比如说 gone are the days when my heart was young and gay 这也是因为 主语后面挂定语统句 主语太长了 先说表语gone 那些日子就是我的心 年轻而快乐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了 再没有了 gone are the days 用道桩先说表语 但这个gay 不能反正同性恋的 就是开心的就好了 我的心 年轻而开心的那些岁月 那些日子 没有了 一去不复返了 这是我们用这种特殊的刀状 好 下面我们看下一句 那这头梦马像现在在哪了呢 我们说了 The mammoth has now been restored in the paleontological museum in St. Petersburg 那这个梦马像现在呢 在圣彼得堡的这个古生物博物馆中 已经被恢复原状了 被复原了 这个restore表示是恢复原状的意思 然后呢 in开照剧末是这个地点状狱 地点状狱里边呢 in St. Petersburg 又是里边的地点状狱 在修士museum 在圣彼得堡的古生物博物馆里边 这头梦马像现在已经被复原了 这是交代了第一种路面 这个陆地上的这个动物被保存的情况 掉到冰空里边呢 跟冰箱一样把它动起来的 第一个情况 那还有什么情况 陆地动物被保存呢 掉到这个 这个 这个 或者是这个 沥青坑里边去了 咱们看第五句 这是第二个情况 他说 Other animals were trapped in tar pits like the elephants Cabertooth cats and numerous other creatures that are found at Rentula Brie which is now just a suburb of Los Angeles 其他动物呢 被保存下来 是被困到了一些 沥青坑里去了 就天然的沥青 在比较低洼的地方 聚集到一块黏糊糊的 动物一彩被陷进去了 后面呢 Solite cats 到聚墨是这次动物所撞语了 比如说 像大象啊 像剑齿虎啊 还有数不胜数的 其他的一些生物 什么生物呢 那么Lite cats cats 到聚墨是 内部的一个定义从具 这个修饰这些动物 怎么样 他们被发现在 Rentula Brie 这个地方被发现了 这个地方怎么样 那部位置引导到聚墨 的是飞线的 这些动物的从具 迁套在 这个第一个 Lite引导到定义从具内部 修饰这个Rentula Brie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现在只不过是 洛杉矶的一个郊区而已 好 这是我们看到 其他动物是被困到 立青坑里面去了 下面里边我们看到 被困住啊 这个trap 是个重点词 咱们看一看 trap我们知道 做名词 可以表示陷阱 陷坑的意思 做动词就是 to prevent somebody from leaving a place especially a dangerous place 那么阻止某人 不能让他离开某个地方 尤其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就是把某人 困在那儿了 走不了了 尤其是困在一个危险的去处 这是个极物动词 比如说 20 miners were trapped underground 20个矿工 被困在了地下 被困在那儿 出不来 出出不来了 代表说 dozens of people were trapped in the rubble when the building collapsed 当这个大楼倒塌的时候 那么有数十人 被困在了砖头瓦砾之中 这个rubble 表示碎砖头或碎瓦块 碎砖头碎石块 这个意思 不可署名词 rubble 但是clap是倒塌 对吧 这个人被困在里边了 出不来了 但是困住 只有这么个意思 咱们再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there's no way out we're trapped 哎呀 出不去了 出不去了 我们被困住了 we're trapped 也是把某困在 危险的地方走不了了 这个最早出现 是在三册三十五颗 正义得到伸张 这个是复习三册三十五颗的句子 after chipping through a wall which was 18 inches thick they found that a man had been trapped in the chimney 在凿透了一个 十八英尺厚的一栋墙之后呢 他们发现一个人 被困到烟囱里边了 被困到那儿出不来了 这叫trapped 被困住 那么本文中说 其他动物呢 被困到的沥青坑里边去了 咱们先看tar pit 是什么东西 先看这个tar 表示 thick black sticky liquid hard when cold obtained from coal etc and used in making rows to preserve timber 他说一种 粘稠的 很稠密的 黑色的 粘乎乎的液体 就很稠的 黑色的粘乎液体 那么当冷却之后 会变硬 它是从煤等等 中提取出来的 并且被用来什么铺路 或用来什么保存木材 等等 是这么一个 叫胶油或者沥青 那么什么叫pit pit就是路上的地表的大坑 a large deep hole in the ground 地表上的一个大坑 叫pit 那什么叫tar pit呢 就是天然的粒青坑 咱们看个解释 tar pit就是 an accumulation of natural tar at the earth's surface especially one that acts as a trap for animals and preserve their bones 就是一个天然粒青聚集的地方 在哪儿 在地球表面上 尤其是这么一个坑 什么坑呢 就是它可以当作一个陷阱来用 把动物困在里边 可以保存它们的骨头 保存到现在 肉都烂光了 但骨头保留下来了 所以是粒青坑 地表中天然粒青的聚集场所 尤其是动物不慎陷入 其中并且保存了 它们的骨盒的天然的粒青聚集点 叫tar pit 是有些动物被困在这种 天然的粒青坑里边的 黏糊糊的被困到里边去了 它后面说了 比方说像大象 像剑齿虎 还有属不胜属的其他动物 saber tooth cat 这个不是剑齿猫 咱们中文还是剑齿虎 咱们看是怎么一种动物 saber tooth cat 在英式品系里面 saber品着sabre 每次是saber都行 这个是什么呢 大概生活在公元前 4200万年前 一直到公元前 11000年前 大概这个期间生活的一种动物 saber tooth cat also called saber tooth tiger 有的时候也被称为saber tooth tiger 这更像是 跟中文类似剑齿虎了 剑齿猫也行 但中文翻译剑齿虎 saber 那是匕首短见的意思 那么is any member of various extinct group of predatory mammals 就是是这个 这多种多样的 这种已经灭绝的 捕食的哺乳动物里面的一种 predatory 就捕食性的 就识别的动物的 这一种 这是下来一个 什么哺乳动呢 that were characterized by long curved the saber shaped canine teeth 它的特征是呢 有长长的弯曲的 像这个匕首一种形状的 这种拳齿 canine是狗的 不是拳的 这个在我们三册第九课讲过 feline是猫的 canine是狗的 咱们三册讲过 就是他们怎么样 the large maxillary canine teeth extended from the mouth even when it was closed 这个巨大的 长在上额上的全齿 这个maxillary 表示上额 上牙糖的 长在上额的全齿呢 它从嘴里面探出到外面来 甚至合上嘴之后 都能看到牙齿 探出在嘴的外面来 巨大的全齿 咱们看一些图片吧 这是复原之后的 这么一个剑齿虎 你注意 这个上面的两个大牙 特别大 像两个匕首一样 再离近一点 看很可怕的这种剑齿虎 在这就sible-toothed cat 还有其他一些 属不送的动物呢 这个被发现在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现在是 洛杉矶的郊区 好 那为什么他们被困到了 这个例行坑里 怎么回事呢 下句话讲述 他们为什么被困到里面去 他说 Apparently what happened was that water collected on these tar pits and these and the bigger animals like the elephants ventured out onto the apparently firm surface to drink and were probably balked in the tar Apparently 是显然 What happened 是竹语冲剧了 这个what happened 两次是竹语冲剧 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 was是西东词 that开始到 句话是表语冲剧了 就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水呀 在这沥青坑上 慢慢会聚集起来 collect 不是收集 是汇聚到一块 聚集起来的 and 还是在这个 表语冲剧内部 引出并列的 这个句子 还是在表语冲剧里边 并且这些更大的洞 like the elephants 比如像大象这样的 更大的洞 like the elephants 是后制定义 来修饰这个大洞了 Lenture的冒险出来 走到了这个 看似表面上 比较坚固的 这个表面来喝水 并且立刻呢 被困到了 这教育里面 就是动不了了 这个bog 本来是 做名词是周则 做动词bog 就是困住 陷入其中 动不了了 这个意思 好 这里面 我们先看看 这个collect collect这个词 在这是不具有动词 我们说collect 收集是具有的 在这表示聚集 可以当不具有动词来用 就是 If a substance collects somewhere it gradually goes there 如果一个物质 一个物体 在某个地方collects 它慢慢慢慢都到那去了 慢慢汇聚到了一块 聚集到了一块 尤其像水啊 什么灰尘啊 沉淀雾啊 慢慢慢慢都跑一块来了 Rain collected in pools on the road 雨水在道路上面 汇成了一滩一滩的小水塘 是这么一个 汇聚到了一块 水流到一块儿 形成一个小水塘 再表示 Dust had collected on the windowsill 在窗坛上 寄居了一层一层的灰尘 慢慢到了一块儿来了 collect 叫做物体的聚集 这是水呢 聚到粒青坑里边来了 并且这些动物呢 这个像大象这儿的大动物 冒险出来 走到了apparently 还是表面来看 比较坚固的 这个表面上来喝水 毕竟立刻 promply promply三册讲过 可以表示 即时的 也可以表示 立即 立刻 马上的 在本文中 显然不是即时的 而是 immediately 立刻 立刻被困到了 郊游里面去了 这个 bog 刚才说了 做名词 本身不是 周则的意思 the area of wet spongy ground formed of decaying vegetation 就是那些湿的 就是那些湿的 像海绵状的这种 这个地 它是由那些腐烂的植被来构成的 什么草啊 包括是什么 类似灌木啊 慢慢慢慢腐烂 就形成海绵一样的 这种很松软的地 踩进去的话 会陷进去 叫周则 spongy 来自sponge 海绵嘛 海绵状的这个地表 最后动词 就是使某屋陷入泥沼 to make something sink into mud or wet ground 使某个东西 就是陷入到了泥巴里面 或者湿的这个地里面 陷入泥沼出不来了 这是bog 有这个意思 那咱们看一个例子 the tank got bogged down in mud 这部坦克被陷入到了泥巴里面去了 这使某屋陷入了泥沼之中 本分钟也是嘛 这个立刻被陷到了浇油里面去了 the get bogged down 就是被陷到里面去 陷下去了 这个意思 好 下面一句话 来看 and then when they were dead the carnivores like the saber-toothed cats and the giant wolves came out to feed to feed and suffered exactly the same fate 然后那为什么 还这个坚持活在里面呢 然后 when they were dead 当他们死了之后 这大象到里面动不了了呗 会困住了死了 那么那些carnivores 咱们讲过 叫食肉动了 肉是就动 这个话在下号线的布置插入语来 比方说吧 像剑之虎 还有孔狼 这是巨大的狼 是一种狼叫孔狼 就是远古式的狼 咱们一会儿讲 他们出来觅食 他们以为这个大象 现成都被困住了 我刚好当晚晚餐了 结果呢 遭遇了完全一样的命运 suffer 什么什么fate 是固定搭配遭遇了 什么什么命运 往往是倒霉的命运了 if suffer 会不会跟贬一次吗 遭遇了完全像农民 也被困到里边去了 这个里边有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Giant wolf 这个背景 咱们了解一下 这个咱们一般不反正巨狼 咱们它有另外一个名称 叫Dire wolf 就叫孔狼 A large wolf-like mammal that inhabited North America during the plastician epoch 大概是这个 2 million years ago to 10,000 years ago 这叫空狼 一种大型的 像狼一样的这种蒲鲁洞 wolf-like 就像什么什么一样的 咱们三册第一个就讲过 像猫一样的洞 cat-like animals 不能反正喜欢狼的洞 像狼一样的这种蒲鲁洞 它生活在北美洲 大概在更新式的这个期间 这个更新式 这个地理学的术语叫 这个Pleicestine Epoch 大概是在这个 这个200万年前 到1万年前这个期间 这个动物叫孔狼 比现在的狼呢 个头又大一些 这是巨型的狼 这个出出来捕食时呢 遭遇了完全相同的命运 这个遭遇了什么什么命运 这个作为固定搭配是个重点 大家可以记忆 suffered 什么什么什么fate 随便加修饰一杯 对吧 比如说 The refugees have suffered an appalling fate 这些难民们 遭遇了可怕的命运 appalling 令人恐怖的 可怕的 遭遇了可怕的命运 再比如说 The casino where she had often danced had suffered a similar fate 这个The casino Casino表示 娱乐场所了 这可以看到一个 娱乐场所的一个名字了 或者比这个大赌场 也有他 他曾经跳舞的那个地方 Casino 遭遇了类似的一个命运 叫suffered a similar fate 本文中呢 the same fate 就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你比如说 The disciples would terrify that they would suffer the same fate as Jesus 这些信徒们 追随者们 他害怕 怎么样 害怕他们将遭遇和耶稣基督 同样的命运 就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suffered the same fate 本文中 suffered exactly the same fate 遭遇了完全一样的 这个完完全一样的 这个命运 也被困到了 交友坑里面去了 他说 那里面不光有这些 还有些鸟呢 there are also endless numbers of birds in the tar as well 这句话简单 in the tar就是 在这个后织的语 在这个交友坑里面 他交友里面 也发现了 数不胜数的 很多鸟 endless numbers of 无穷尽的 数不胜数的 很多的这个鸟 endless numbers of 就类似于刚才说的 numerable或者是numerous 用的搭配 也可以替换 好 在本文中第一段第二段 先讲述了 动物被保存的情况 是非常罕见的 偶尔有一般人在水中 陆地动物被保存 相当少见 第三段就谈了两种 陆地动物被困住的情况 一个是 掉冰库里面 洞起来了 另外在交友坑里面被整个粘起来了 跟一个大虎坡一样粘到里边了 就是什么情况 好 26课也是一个有趣的文章 里面的细节也是不少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好 26课跟老师就学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